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食意 今天给大家分享茄子不一样的新吃法 这样的做法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可香可好吃辣 在饭店这样一盘卖108 自己在家做的成本不到9元 颜值高成本低 味道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个茄子 买茄子的时候尽量选择比较值得 这样的茄子做出来的产品会更好看 然后把它放入盆中 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后放菜板上 切掉头和尾 跟着用削皮刀像这样一长条一长条的削下来 茄子的吃法多种多样 喜欢吃茄子的人不管怎么做都非常的喜欢吃 而且茄子营养也比较丰富 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几乎呢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下好之后装入碗中 加一勺白醋 一勺盐 加入没过茄子片的清水 晃动一下 使盐和白醋融合在一起 然后放在一旁浸泡着备用 这样可以防止茄子片氧化变色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丝 切好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把它切成葱段 切好装入碗中 放几粒花椒 加入温水 抓拌抓拌 放一旁浸泡出香味 接下来准备一块猪肉 改刀切小 选择猪肉呢 最好选择带有一点肥的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肉质会更加的鲜嫩 再剁成肉末 要是嫌麻烦的 我们可以用搅肉机来搅 剁好之后装入碗中 跟着将浸泡好的葱姜 花椒水 像这样抓捏一下 使它们的营养 更好地释放出来 然后少量多次的 把葱姜花椒水 倒入肉末中 一次的量 大约是15毫升左右 每加一次葱姜水 都要抓拌均匀 使肉末充分地吸足水分 顺着一个方向抓拌 我这里一共浇了三次的葱姜水 直到使肉末不能再吸收水分为止 跟着简单地调个味 加半勺盐 半勺胡椒粉 一勺生抽 搅拌均匀 使肉末入味 然后先放一旁备用 跟着准备几头大蒜 先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两颗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 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两个鸡蛋 将它倒入碗中 用筷子均匀地搅拌散开 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个盘子 把两勺玉米淀粉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 我们将浸泡好的茄子片取出来 平铺在菜板上 再把调好的肉馅 均匀地放上去 薄薄地铺一层 然后从一端给它卷起来 其他的用同样的方法把它卷好 像这样就可以 摆入盘中 全部做好之后 取一个茄子肉卷 放入鸡蛋液中 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液 再放入淀粉中 均匀地裹上一层淀粉 像这样就可以 把它摆入盘中 跟着锅烧热倒入多一点的油 把油温烧至五成热的时候 再把茄子肉卷一个一个地放进去 用小火慢炸 茄子肉卷刚放进去的时候呢 不要去翻动 使它们定型后再来翻动 大约炸至一分半钟的时间 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翻面了 继续炸一分钟的时间 就要不停地翻动了 这样能使茄子更加地受热均匀 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最后把茄子炸至金黄金黄的 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把它捞出来 装入盘中 这个时候的茄子肉卷 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我们可以撒上辣椒粉 烧烤料 或者是孜然粉 吃起来呢 焦香酥脆 特别的美味 但是 为了吃上一个不一样的口味 我们再多做一步 跟着锅中不用放油 加半勺盐 半勺白糖 一勺淀粉 一勺淀粉 两勺香醋 两勺生抽 一勺香油 再加入一碗清水 开小火 搅拌使料汁化开 熬煮至汤汁变粘稠 把蒜末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然后把茄子肉卷倒进去 继续翻炒均匀 使每一个茄子肉卷 都均匀地裹上一层料汁 翻炒均匀后 把葱花加进去 家里面有白芝麻的 可以来一点 继续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盛出来 摆入盘中 哇 好香呀 看着 真的令人食欲大增 一盘美味的茄子肉卷 就这样做好了 茄子中 包裹着肉馅 吃起来 鲜香味美 可香 可好吃辣 吃上一口 肉质鲜嫩紧实 营养丰富 下饭下酒 都超级棒 茄子肉卷呢 虽然是经过油炸的 但是 吃起来一点也不稀有 一次 还可以吃上好几个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我做的家常菜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